Youtuber蔡阿嘎日前在Podcast节目中提及了工作室同事 遭遇的诡异车祸 当天蔡阿嘎团队在台中办活动 结束后剪辑师阿伦负责开车 将道具载回嘉义 而宗汉则是在副驾驶睡觉 凌晨的国道上几乎没有车辆 车子行驶也畅通无阻 不让下一秒车子突然往右偏移 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撞上护栏 坐在副驾的宗汉马上被惊醒 阿伦则慌张地表示 方向盘一直往右边去完全拉不回来 受宗汉透露 车子有自动车道至终功能 如果偏离车道的话 照理来说会自动将其拉回 但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显示 车子当时是直接往护栏冲 更诡异的是护栏上已经有了擦痕 致命冲撞事故不是第一次发生 之前有车子撞上同个位置 所幸车子并无大碍 两人也没有受伤 不少网友纷纷惊呼 这起事故太诡异了好猫啊 但也有人认为是驾驶者 不小心打瞌睡 才会发生意外的呢